星期六一大早 英格鳳府里的活動中心 就来了许多民众 带着各种回收物品 进行过棒称重的工作 志工们也热心的给予协助登记 兑换垃圾专用带 鳳府里长姐藤原说 鳳府里的黄金资收站 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时间了 每个月两次的资收日 都会涌入许多里民来做回收 民众努力做资收 除了是一种环保的表现外 益住的收入 也让礼办公处能够回馈礼内 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鳳府里的黄金资收站 已经做了三年多了 非常感谢我们市府和公所 都大地人来合作 还有我们的志工和里民 大家都很合作 今天资源回收 做得很好 要感谢大家 感谢上级单位 跟我们那个志工 还有我们里民 因为结合志工的力量做资收 竟也因此发现到 原来志工团队中 隐藏着一位维修达人 渝丰玉 一般民众拿来回收的物品 以纸类居多 但也有不少的老旧小家电 但这些小家电也许只是一些小小的故障而已 经过渝丰玉的巧手维修 原本废弃的家电就立刻恢复了功能 我是做建筑的 那我对这些东西喜欢自己动手 我发现有很多东西并不是真的什么大坏 都是很简单就可以把它修好的 这些东西再利用会把它发挥到极致 可惜你丢掉它一样可以回收了 没有错那是太可惜了 虽然不是电器维修科班出身 但渝丰玉喜欢研究 而这些被民众判了死刑的家电用品 就算修不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如果修好了 不但很有成就感 用品还能拿来再利用 才不会造成浪费 他只是花个五百 五百块左右的东西就可以把它修好 我觉得那种感觉 好像我们自己生了一个小孩子一样 真棒 这是一直看到这种工作 能够把我们再利用 我们本身也是再利用 建林退休的一个人 也能够发挥一己之力 真的是可以好好好好的去鼓励 热心的渝丰玉 目前是凤府里寻守队的班长 环保队的职工 里内大大小小的事 他都热心提供协助 他希望未来能够结合公所的力量 把一些维修好的物品 透过拍卖 让他能够再被利用 而拍卖所得还能够用来帮助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社会天空新闻英哥报导 就起点微搜 啊 啊 感谢观看